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猪肉是重要的主角 尤其是在猪肉的做法上 中国人向来食不厌惊 快不厌戏 顽达山的密林里 这种要爬上十几米高的大树才能采摘到的山林美味 会与五花肉一起烹制出何种美食 如何把大块五花肉变为厚度仅约五毫米的一长条肉片 再烹制出霸气十足的宝塔肉 让它松滑 净化 但是不能失去它的本味 辣味是郑巴仁餐桌上永恒的主题 那么到底怎么吃才最过瘾呢 白水煮腊肉 我们叫菜板肉 五花的味道是最好吃的 为什么要改成这种状态 一会儿我们的这个馅儿 在那个缝里边增加它的接触面 猪肉看似平平无奇 只需一点巧思 一双巧手 就能绽放出万千的风味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猪肉 如何在厨师手中变成各具特色的人间美味 在黑龙江省虎林市的一片密林深处 有些人正在艰辛地劳作 味道调查员决定深入大山 去寻找大山馈赠的美味 这就是我们那个采送塔的地方 我们的人已经进去开始采了 夏永强是一个职业跑山人 他与搭档来到深山之中 采集一种属于秋季的食材 在夏大哥的带领下 味道调查员来到了更深的密林中 一棵棵树十米高的大树 遮蔽了头上的阳光 这就是我们那个打虫塔的师父 您好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 早晨早早的就上山 在山上吃 然后爬到这个树上之后 它那肯定有个长杆子嘛 用来把塔勾下来 然后收集完还得背到山下 就很辛苦 每年就是这个季节 靠这个有些收入 红松一种古老的树种 世界范围内超过一半的红松 生长在中国东北的深山密林之中 红松顶端的松塔内 蕴藏着令人喜爱的美味坚果 松子 松塔只生长在松树顶部的真叶之中 时至今日 松子的获取依然无法依赖机械 师傅您慢点 打松塔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 由于红松高大 而山林之内光照不足 踩塔的师傅 只有爬到树顶 才能够确认这棵树上 长有多少松塔 因此 很多时候 好不容易费力爬上了一棵红松 却可能毫无收获 对 那个一个 在松塔收获的季节里 每天打到松塔的数量 要凭借经验 甚至是运气 看看这大松塔 而且上面油分特别多 这么大的大个松塔 看看 颜色还不太一样 踩塔的工作 往往需要两人合力完成 一人上树打塔 另一人确保安全 并收集树下掉落的收获 今天是 可不可以一大框 就是一棵树啊 是 这一棵树 今天采的得有四五十个 不错 咱今天回去做好吃的 好 走 走 刚刚打下的松塔 果肉饱满 油脂茂盛盛 韧性十足 但想要得到其中的松子 就必须砸碎松塔 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 却需要极高的技巧 哎呀 特别使劲 这砸一个松子还挺悲 我砸好多下没砸开 你看 砸完之后就这样了 籽都出去了 哦 它都长在里面了 对呀 对呀 看看 我砸开的松子 打出的松子 需要晒干炒熟之后才能使用 夏大哥说 炒制松子 需要在加热与冷却之间反复多次 最终 松子壳在冷热交替下才能裂开 炒制才算是大功告成 炒出的松子大半会卖掉 这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也是对于两人辛苦付出的回报 大山在一年四季 都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山货 而秋季的松子 则是众多馈赠中最为丰厚的 所以 每当松子收获 夏大哥总会留下一部分新鲜的松子 用来制作一道特殊的美食 来犒劳自己 好嘞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步 这个松子它现在已经发生了 非常明显的变化 从刚采摘完的这个偏灰白色 到现在的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偏红色 偏棕色 而且它上面这个 其实裂口也挺明显的 这样应该就比较好扒了 就炒到位了 炒到位就是自然裂口 制作美食的第一步 就是要将松子壳包开 经过翻炒后的松子壳已经开裂 轻轻用力 便可取出其中的松子仁 夏大哥要制作的 是一道松子与五花肉结合的美食 松子方肉 咱们选肉吧 很关键 咱们五花三成的 咱们用中间这一块 这一块肉可能最好的 对 这一块 芳肉是中餐中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 对整块猪肉进行烹饪 入味的同时 却又保留肉块原本的形态 在锅中小火烤制肉皮 使肉块定型 小火慢烤 可以使肉皮脱水 带来焦脆的口感 再将肉的另一面 打上一厘米见方的花刀 剩余的五花肉剁成肉馅 用多种调料腌制 塞入花刀的缝隙之中 这样既能保证滋味的均匀渗入 不同形态的猪肉彼此融合 也能为芳肉带来层次分明的口感 好了 你再帮我打个蛋液 好 可以 直接倒这把黄汁去行吗 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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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感觉这道菜做起来确实是比较麻烦 利用蛋黄液的粘性 使多种食材融合在一起 咱们这礼礼礼礼礼 整整给这个肉煲了三层 涂抹蛋液的一面再次入锅油煎 蛋液在高温下凝固 为打过花刀的猪肉再次定型 至此 芳肉迎来了它最后的工序 夏大哥将肉放入蒸锅之中 经过了近两个小时的等待后 芳肉终于出锅了 但此时芳肉已经制作完成 而松子又将以何种面貌 进入这道美食之中呢 终于要用到我们的松子了 对了 这个是主要的 是把松子和它的肉的汤汁放在一起炒 对了 加入淀粉制作出芡汁 最后将芡汁淋在芳肉上 一道等待许久的美食 终于到了可以品尝的时刻 特别好吃 刚才这个肉啊 一进到我的嘴里面 满满的都是油的味道 但是呢 它却并不腻 可能是因为刚才在勾芡的时候 这个松子把油的腻的味道 都吸收了进去 它的松香味还是特别的浓郁 但是呢 在松香味之余 它还带了一点这个肉的味道 让人感觉特别的层次分明 反复固定形态后的芳肉 并没有因为长时间蒸制而变形 在芡汁与调味肉馅的作用下 滋味层层渗入 满口肉香中 还能够品尝到一丝松子 特有的清香 山水之间收获的食材让人喜悦 人们竟想着大快朵頤的酣畅 每天清晨 笔锋塔下练上几笔 能让秦峰感觉如有神柱 身上带有纸子的话 有杆而发就写一下 这话还有一点小意境 写字它将就什么 气幻笔锋要连观 但是国人的风格 我们做产业是一样的 片刻小气后 便要开启新一天的忙碌 曾在全国各地 丛逐多年的秦峰 最自豪的家乡菜 始终是这款响亮且文雅的 咸安美食名片 宝塔肉 这个菜就是我们每个 家庭中饭桌上面 一道正桌的菜子 大体上都会有这道菜 从小吃到大的 吃这道菜来寓意 家庭事业步步高升 为了让这道传统手工菜 绽放异菜 今天秦峰准备烹制出 非同寻常的升级版 今天用三号的三层五花 这个就可以看到吗 三层五花怎么看呀 就是这个瘦肉馅有三层 一条两条三条 肥肉馅也是三层一二三 这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买的是三样的香菊肉 来晚的就好多就没有选择了 专门定制的模具 正在加紧完工 它又将派上什么用场呢 说起宝塔二字 在我心中的印象就是 非常高大 非常震撼 不知道用这些食材 做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把这个五花肉 出马西筋 肉皮在喷腔的炙烤下 迅速收缩 清洗后的大块五花肉 连同葱段姜片 桂皮八角充分炖煮 断生 去腥 增添韧性 现在这个肉已经煮好了 这个肉厚了 我们要把它肥瘦区分开来 瘦肉切成结实厚片 透着豪放性情 肥肉切成的蝎子形 利于摆盘时起到稳固的作用 我们把这个宝塔肉的 其余的饼子开始做 做成饼子 一种不含面粉的特制饼子 是咸安老式宝塔肉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去皮 不加皮 这个鱼肉 这个肉看多新鲜 刀片 等下我们要剁嘛 哇 大哥这个刀工了得呀 我们做几十年熟龙生巧嘛 这个五花肉啊 一起切 鱼肉各拌 再听适量生姜 混合剁碎 还许一样经典搭档 徒手摸好的柴火豆腐 加葱花肉馅 再配两颗全蛋 简单调味 上一定的比例来的吗 手就是比例 眼睛就是比例的 拌料时加入适量红薯粉 可以让成品更加弹嫩 有嚼劲 小的时候也吃宝塔肉 小的时候 吃宝塔肉不像现在 现在就加这个米泡 这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我们都是这么 现在就非常香辣了 是吧 香吗 香 糯米炸成的米泡 让这份营养充沛的 冻植物蛋白混合料 口感得以圆满 用手搓成橄榄形 再经热油炸至表面金黄 外酥里嫩 要不要尝一口 可以吧 这个好好吃 它不仅仅是肉的软糯 还有就是那个米泡在里面 能吃到一个酥酥脆脆的 之前备好的蝎子形肥肉块 和瘦肉厚片 也要在热油里走一走 枪锅 放肉 上晒 收汁 诱人垂涎 橄榄形饼子 与蝎子形肉块 相依相微 完美互布 层层堆叠 犹如建造宝塔 最后只需一蒸 好一道 步步高升 哦 大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宝塔肉吗 是的 这个传统你也看到它是宝塔肉 层层堆放下高为宝塔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创新的 更形象 大哥您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哪 比如说这个土塔利天王 它这个塔 哎呀 腰力我收到你这个塔慢慢放大 看得很非常奇盘 结果我们沿岸地区的 这个比丰塔 跟它有一个生化 那我们现在跟着秦大哥看看 新式的宝塔肉跟传统的宝塔肉 到底有什么区别 一起拭目以待 新式宝塔肉 同样选用上层五花肉 而不同的是 上闪环节需借助一味特殊的卤料 与冻煮同时进行 这叫黄芝子 选天上的色头 原本白嫩的肉块 逐渐变成琥珀色 用老抽按摩表皮 让色泽进一步加深 最后淋上热油 现在这个肉 手已经上好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压定行 怎么压是这么 你这压 你如果站到一个小时不动 好吧 一个小时算了算了 大概您上 我肯定要请人嘛 我看我请两个帮手 帮手 您提前没跟我说有帮手 这什么帮手啊 两块大方石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这个肉就冷了 它也定行了 等待之余 秦珠又请来另一位特邀帮手 这个是什么 给你看看 好 非常惊奇哦 哇 这个不就是大哥 您当时画图纸的那个食物吗 这位帮手将如何辅助 定型完毕的五花肉 实现下一步进阶呢 开 哎呀 快快 赢了 跟砖头一样 只见秦珠将模具倒扣在肉块上 切除多余的部分 直至肉块能完美地镶入模具当中 看这个刚好是一个正方形 正正方方的 下面秦珠将展示 修炼了多年的娴熟记忆 光线也疼透 怪不得考验刀工呢 切成像肉片一样 刀刷 我们就要取下了 哦 我觉得这个转骨非常重要 我看您那个转角已经切得很薄了 我们再来切第二刀 一直不断地切下去 肉皮朝内 水平走刀 流心转角 刀锋在肉块边缘缓缓试探 整个过程是对新兴研发与刀工的综合考验 马上就大功高层 哎呦 呦呦呦呦 这很危险看到吗 嗯 还有一刀 OK 现在好紧张 好 OK 好 到位 这个要留着吗 哎 那最后的那个把他的这个丁了 厚度紧约5毫米的一整条肉片 曲曲展开 连绵不断 犹如一幅精美的长卷 厚薄啊都是差不多的 比我还高 反正这个拉起来 我都不敢使劲 我感觉稍微一弄它就会断掉 好 我们再先来把它还原 辛苦划开的长肉片为何又要还原 只见模具反厂 将肉皮朝上的肉块再次装入 我要把它敲开 就循着这个回形路 逐步逐步的 往下面延伸 先大概延伸之后 再来调整 层层嵌入模具的肉片 迎来干笋煎 咸饼子和梅干菜等地道配料 最后灌满汤汁 静待高温助力渗透彼此 大火蒸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等待美食的出锅 将模具倒扣入盘 一尊俊俏挺拔的玲珑宝塔 瞬间成就色香味形液的 完美统一与惊艳升华 看着高高的塔尖 有一种会当临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已经迫不及待了 快来尝一下 咸鞍宝塔肉 无疑是这方水土上 饱满浓郁的舌尖技艺 而热衷于对家乡传统风味的 迭代与分享 则是秦峰最大的满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彭光琴说 宴会上虽美食众多 但腌制腊味 是郑巴仁代客宴上的保留项目 咱们今天选的是哪几个部位的肉 这是一块非常好的一块排骨 排骨跟整个肥瘦是连到一起的 然后这个呢 这个也是 这是一块做蹲 其实做腊肉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用盐 把它均匀地涂抹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把每条肉全部码上盐巴 并不停地用手搓 每一个部位都不能忽略 入心方能入味 揉搓好盐的肉 一条条放进桶内腌制 七八天后 一条条肉被取出挂在火塘上 在烟熏火凉中 活色生香 哦 简直就是肉山肉海肉挤肉啊 对 我们来 这么多腊肉 嗯 我们来选就这一块吧 我们选这一块 所以这个腊肉取下来 首先这是生的 对不对 对 怎么处理呢 要把它烧了 经过制烤 腊肉的表皮变得松软 油脂从皮下渗出 腹着在腊肉表皮的杂质也会被去除 热水冲洗 用刀小心刮去表面的腹着物后 腊肉便露出了琥珀般的金黄质地 看上去诱人无比 食材处理完毕 一桌腊肉燕呼之欲出 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已经上桌了 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腊味 朋友们 这个是腊肉 然后腊猪蹄 对 好沉 腊排骨 腊排骨 花肉 那么我们从哪道开始呢 我们要先煮腊肉 将一块肥瘦适中的腊肉 与姜葱一同放入水中炖煮20分钟左右 捞煮后切片便可食用 当刀刃压至肉块时 瞬间油脂流出 晶莹剔透的肉片 肥瘦相间 相满四溢 我们的第一道菜 也就是煮腊肉的最初级别的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这道白水煮腊肉 出来以后我们叫菜板肉 这就做完了吗 煮完就结束了是吗 如此之简单 对 那为什么 因为小的时候 我真的记忆特别深刻 就小的时候 我妈每次煮完肉以后煮好了 我就闻到那个香味特别香 然后正在菜板上准备开始切的时候 她切一片 我就想在旁边想去溜一片 就想溜一块吃 那么除了菜板肉之外 还有哪些辣味佳肴呢 其实还有一道真正最重要的一道菜 是我们正巴的阳肘子 阳肘子 对 其实很多人以为就是一个肘子 我们都不是 它的口味呢 只有肘子的那种感觉 但是还有独有的我们正巴辣味的感觉 阳肘子是宴会餐桌上的大菜 为此彭光琴请出厨艺高超的弟弟来一展身手 阳肘子难难到哪儿 工序太繁杂了 一道咱们要制皮 肥美的五花肉首先要制皮 这样做能够去除猪皮表面的细绒毛和残存的杂质 接下来将猪皮和肉分离开来 不过还要保留猪皮上的一些肥肉 这是要干什么呢 这个就讲究刀工 它一定要刚刚好留那么厚 如果留多了太肥 如果留少了的话呢 到时候那个下一道工序就香不上去了 这第一次起的话 它那个是不平整的 咱们先焯水 先不管它 煮成半熟的状态 再给它修行是吗 加葱 姜 花椒等调料 猪皮废水入锅 烫煮十分钟左右 去腥解腻 接下来猪皮退场 先猪肉登场 肥肉和瘦肉严格配比 再将它们剁成肉馅 肉馅已经剁好 加入鸡蛋 料酒 盐 胡椒粉等调料 沿同一个方向反复搅拌 直至上劲 好 现在我们这个猪皮已经焯好了 这一捞起来进行修 修皮 上阵还需父子兵 打断骨头连着筋 菜刀需要爷孙皮 菱形形子连着皮 这段话完美诠释了猪皮的处理方法 对角四十五度下刀 直刀下 顺着猪皮上的纹路慢慢切 两个对角各切一趟 交叉一打 切出漂亮的菱形花纹 你看当它这样平铺着的时候 你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对不对 但是当你拎起一脚 这就是所谓的暗纹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改成这种状态 一会儿我们的这个馅 在那个缝里边增加它的接触面 它就很服贴 很牢固 所以这么一丢丢的 我觉得连小米都放不了几颗的 这个缝是要塞肉的 制作壤肘子的第二个核心步骤 便是鸭劈 高山土豆做成湿淀粉 均匀地抹在猪皮上 再往上撒上一些胡椒粉 和花椒粉去腥 接下来要把肉馅填满 猪皮上的每一寸空隙当中 用刀轻轻敲打 进一步将肉馅敲进缝隙当中 不过这可得小心 要是切破了猪皮 可就前功尽切了 我嚷进去了 就每一粒那个肉馅 都紧紧地粘在一块了 下一步 给它开两个气孔 中间骨气的话 就分离了 戳两个大气孔 将肉皮放入锅中蒸制 在水蒸气的作用下 猪皮和肉馅 更加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15分钟过后 就可以出锅了 翻咯 起下来 成功 成功 好 关掉之后 然后再上咱们的蜂蜜 给它上色 还有一个就是蒸香 将蒸过的羊肘子放入油锅中 炸上三分钟左右 高温作用下 涂满蜂蜜的肉皮变得金黄迷人 肉馅中脂肪 磷脂 胺基酸则迅速发生 美拉德反应 呈现出艳与的色泽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你能看出来这是肉皮肥肉 上边这个馅儿是我们乡进去的 主角唱罢 配角紧随其后 高山土豆切块 迅速过油炸制 羊肘子切块铺底 土豆放面上 再上蒸笼蒸制 趁着这个时候 用姜丝 淀粉等调料调汁 往蒸好的羊肘子上这么一浇 一盘羊肘子 就真正出炉了 招呼人啊 招呼人啊 招呼的人啊 招呼亲爱的家人们 你把辣辣肉吃起来 再把美酒喝起来 越是寻常的食材 越能体现出厨师们 对美味的滋滋追求 一道松子芳肉 演绎着食材之间的完美搭配 体现着跑山人的朴实无华 霸气十足的宝塔肉 色 香 味 形 意 完美统一 展现着咸安美食的精巧烹饪 振巴腊肉 质醇质朴 质凡质碱 尽显勤巴儿女气血 猪肉 这种普通的食材 无论采取怎样的烹饪方式 都是人们唇齿之间 最难忘的一抹滋味 或许多烹饭 比 medications 感谢观看